選擇時間30分鐘 謝謝我們的主席 我們毛院長帶領了我們的行政團隊 委員同任還有我們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好 那主席我請我們的毛院長 請毛院長 鄭委員好 院長辛苦了 那院長您今天所面到的 尤其是今天的媒體還特別的關注到 石門水庫的水 說剩下它的量剩下37天 那在這37天 中部水庫的水剩下幾天 院長您知道嗎 院長 在這個部分您有注意到了嗎 是我想我們現在所有的努力目標 就是希望透過全民節水 能夠把我們這個下雨之前 我們手上有的這些水 能夠用的盡量久一點 然後盡量在5月 院長 不要進入第三階段 院長 40年來優數第一次 可能就是我們的旱災 這是我們最嚴重最嚴重的一次 水的問題 那第一次的旱水 在2月26號 3月13號又第二次限水 第三次限水 我們彰化縣市排在第三次的限水 第三次的旱水 那第四次 我們不用第四次 我們大家也都急急說 最一定會來 最要落後 要讓它來 但是萬一如果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要來應用這個措施呢 我看這是我們的生技的問題 國安的問題 院長您要成年這樣嗎 是我想這個現在目前 目前這個抗旱 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工作之一 這會影響到我們的GDP 各產業的這樣一個整個問題 我不曉得現在目前產業面臨的是 什麼樣一個狀況 那我希望也說 我們的經 尤其是在我們的經濟部 在這個區塊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應應的團隊 出來支應這一次 是 那個報告委員 我們非常非常密切地注意這件事情 現在中央有一個抗旱的一個應變小組 那我們定期的都會開會 定期的都會檢討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先把這個工業的用水 請他們再節省一點 本來的目標是希望 少供應他們5% 那沒有錯 你供應用水少用一點 那相對的 他們到時候 他們要應應他的目前 他交單的那個順序 那萬一交不出來呢 這個你也是要跟他做面對一個處理的 不是要求他們來限水 要求他們來節水 這個我們大家都共同期待的 部長 經濟部長您有沒有這樣的認同 是 我們都有團隊 進去跟這些大的公司 用水大戶 都有團隊進去跟他們商量 怎麼樣節省 現在定出來的目標 據他們回報給我們 可以辦得到的 現在大概7.5%的這個限水 您剛剛在講 這是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我們就提前實施 那麼到目前為止 都還可以去應應 不過當然就像您說的 將來還繼續不下雨的話 我們這個 這個 院長 99年來 第一次 真的是 我們每一次變類的 我們這個防洪 防水 防山 治水的這個計畫 就是沒有清衣的這個 我們清衣水庫的這個會用 那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清衣水庫的這個部分 所以導致我們的水 沒辦法儲存更多 那您對這個認同 你會覺得怎麼樣 你有什麼應應的措施 去緊急的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想清衣我們是 每逢旱季都有在做 那現在大概也是做到最大的能量 那每一次做的成效是怎樣呢 每一次做的成效 這個沒有足夠的費用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清衣的工作嗎 有些清衣 水庫的清衣工作會有這麼簡單嗎 水庫清衣很多的地方 像石門水庫它可以自給自足 它可以自給自足 它們可以滿足它自己的那個費用的那個處理 但是它們有實際做嗎 現在就是最近最大的能量在做 其他的水庫有沒有照這樣的做呢 基本上應該對 基本上都有在進行 那我們處理的狀況 那我希望說 我們利用這一次因為 旱災的到來 我們利用這一次的那個 這一次的經驗 我們去援軍的把關 面對我們這樣一個 因應用水的這樣一個問題可以嗎 是現在就是這樣在做 那我們解決這些問題之後 那我們以後相對的我們要來應應 萬一真的是全球性的軟化 那我們在這切水的部分 雖然我看我們在農田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掌水工 有一些我們的水鋪蠻 有一些湖流水 雖然有用這樣的一個儲存 有這樣的一個湊濕 我不曉得這樣的一個績效好不好 我想這個 製水基本上有短中長 我們現在就短期來講 當然就是說大家盡量從節水的角度 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那再從中期來講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從都會地區所產生的這些 這個污水 我們把它再處理以後 能夠循環運用到工業區去 那像這方面的工作現在已經在展開 店長講得很好 那你污水 那我們可以再說 由回收的這一部分的水來再利用 那我不曉得我們目前的湊濕 我們的進度 你的短中期 你的長度期限 你的短是短多久 你的中是中多長 你的長期是目標定在哪一個位置 照我的資料 他們給我的資料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大概有 五十四個 四十五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霧水處理場 他們現階段 大概就已經把它處理過的水 拿去做清掃 有這麼多個嗎 有有有 四十五個那個 枯水槽 可以來儲存這樣的水嗎 另外大概有六座 是大型的 那這些呢大概就會 我們用接管的方式 接到鄰近的工業區 這些工作都 目前都已經展開在進行中 我希望說這個是 雖然是比較 比較 不看不到 這樣的一個成績 但是你在這個 執行的那個工作上面 我希望你也務實的去做 可以嗎 已經進行了 那剛好我們的 農委會主委上來 那我們在這個滴灌 滴灌的技術 都已經成熟了 海水淡化也都成熟了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滴灌的技術 引進我們台灣 來做這樣一個demo呢 可不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快點引進我們 滴灌的這樣一個方式 來引進我們這樣 我們不只是demo 我們現在實際在運用 我們現在種出來那個 芋女番茄 還有很多的這個瓜類 都是用滴灌的 所以我們滴灌的技術非常好 在哪裡呢 主委在哪邊 我都還沒有聽過 我都還沒有聽過 張話嘉義都有 張話在哪一個位置 我都還搞不清楚 我都沒有聽過 所以有用在滴灌的這個 給水的這樣一個 每年水利處 每年水利處補助 省水灌溉跟省水栽培的這個計畫 都相當多 那都是給這個 比較灌區外的地方 或者是灌區內的末端 來去做 我們的成效非常好 那您講的也很好 那我也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一個比較具體的 那雖然如果說我們這個 滴灌的技術已經成熟了 那我們像我們的台中 我們的那個 立法院我們辦公室那邊 有很多樹要灌溉啊 你可不可以在那邊 也幫我們做一個demo啊 那民眾都可以看得到的啊 你看西州花博公園 全部的樹 台廣種的全部的樹 現在目前是枯萎中 那這個你看 你這個都是可以用滴灌 來做這樣的一個demo的地漆啊 你可不可以來執行一下 我想在滴灌的這個成本跟設施上面 我們必須要去生產一些 比較高價值的東西 那對於種樹的部分啦 這一個我們再來看看 哪一個區塊可以做一些示範 好那主委考量到成本 這個我就不跟你計較 但是在這個院長您在執行的這個部分的話 樹東 那樹都要死掉了 那樹都要死掉了 那樹都要死掉對我們來說是好嗎 缺水了 那消防車水不夠 要哪裡去拿 那我們在消防署的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火災 我們火災的那個因應 我們消防的這個因應 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有沒有準備好 我想消防水沒有問題啦 消防水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們這一定要確保它啦 萬一在山上 那真的是天干物照 那您怎麼去處理這個大的問題呢 水的問題呢 我想基本上消防酸的部分 這個水我們一定要確保它啦 你有多準備好了嗎 有檢視過了嗎 我們的團隊都檢視過了嗎 在各個消防署 在消防局每一個縣市的那個消防局 我們都有檢視過了嗎 有沒有檢查過了 我們有沒有在準備 有沒有在預防 你說明 你說明 我想報告委員 這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 是五月底以前 民生用水不限制 民生用水不限制的話 這個消防酸 就是城市裡面啦 各地的這個 這個管線啦 應該都沒有問題 院長 部長所管的是 他的那個經濟的效面 那我們的整個那個業務的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你在這個部分 在行政會議的時候 那你也要來注意一下 來提醒一下 可以嗎 是是是 那再來就是那個主委在這邊 那在這個停灌的 停灌的地區 停灌的部分 如果說停灌的部分 他們有一些代根者 有一些就是拿不到這個那個數據 可以說我今天是來做電容的 我來做電容的 我沒辦法拿到這些數據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的補助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因應 我們有沒有討論一個機制出來呢 有 我想代根業者 他如果是委託經營的話 真正的風險還是地主在承擔 他如果用地主的名字 去繳交公糧的話 他也是屬於受固於地主的耕作行為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不是所謂的我們要補償的對象 那有一些他沒有 那電容的這個部分呢 電容他這個部分 他有的現在有的地主就不願意說 之前有375減支 他拿不回來 他的那個整個 這樣的他的自己本身的那個 他也摘散 所以他在這個簽約的部分 他就拿不出來這部分的契約 口頭契約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大電容還是用地主的名義去繳交公糧的話 那這個當然就不算 如果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你也是要來把他全部給他清查一遍 給他了解一遍 讓這些不管是電容或者是代根哲 他們這樣的一個遊戲規則 我們就把那個政策把它定好 可以嗎 好不好 對這個我們都已經掌握了 你剛才講的就拿不到就是那些代根的耕耘機啊 這個收貨機這些部分 我們從今年開始全部 請他們把資訊公開 你做多少看 你做對南部和北部做多少 收貨的那些庭罐的時候 你算是多少 我們再來 做這樣的這個統計指示 我希望說在這個部分 影響到 嚴重影響到整個 啊 田貨的這些農民 那在田貨的農民這個區塊 不管是代根者或電農者 或者是業者 本身是農民 從事農民的這個區塊 我希望 您在這個部分的話 您也要有 事先的準備 我們都已經開過說明會 好 謝謝 那請回吧 那個部長跟我們的主委請回吧 那院長 那我再來跟您就教一下 如果說我們加入TPP的話 那一定要開放 我們這個牛杂進來嗎 我想這部分是跟這個 美國貿易談判 中間的一個議題了 這中間的一個議題 如果說你真的 我們開放這些牛杂進來的話 真的就可以拿到我們進入TPP的門票嗎 那個是一個一般性的條件 並不是一個一個 就光憑這個就可以進入 倒不見得是這樣一個直接的關聯 那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關聯 那我們為什麼要進入影響到我們國人健康的這樣一個品項進來呢 我想這個品項基本上 我們一定要確保國人健康的 對國人健康關係大概不是那麼 我們台灣是牛肉美食的這個 這樣的口譽 這樣的一個美名 真的是非常好 我們在吃牛肉 在吃漢堡 這些 會吃到這些絞肉的 都是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國家的幼苗 憶長 你怎麼不想跟他們照顧 怎麼不想跟他們照顧 這個是不是請部長說明一下好不好 是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絞肉現在是不可以進來的 那您剛才提到的說 現在我們打算要開放的這個六個牛雜的項目 都是經過風險評估 它是沒有經得過風險評估的這個標準的 所以它安全上 不讓你可能沒有去參加 您是經濟部的 我當然是希望說您拿到這個那個經濟的這個潛意 那那個我們的衛護部的部長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在8月26號 我們有召開一個專家會議 專家會議來討論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不管是您的骨髓從哪邊來的 骨髓是跟骨頭可以 骨髓跟頭髓 我們怎麼去證明這個是骨髓跟頭髓 有沒有繳在一起呢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說它是全部都是骨髓而已 骨髓呢 萬一骨髓呢 萬一骨髓的這個部分呢 各位報告 那個骨髓跟骨髓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當然是不一樣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您要怎麼去防範呢 我們要怎麼去 它 它把觀說它不會造假 那個基本上它如果要輸到台灣來的話 都要先申請然後經過核准以後 然後我們需要它的這個衛生證明跟防疫證明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三管五卡的這個政策在邊境 所以我們會確定 我們都知道有三管五卡在做這樣的一個規範 我看三管五卡的話 不曉得有沒有瓦解我都不清楚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我們都很嚴格的在執行 那專家也在問曾經問過這樣一個問題 牛血跟牛子 那牛血牛子的話 這個是以後會 您會覺得說這個是飼料 還是 那您在管控這個部分的話 您要怎麼去管控呢 那經濟部說不能進來 牛血牛子不能進來 然後我們竟然都決定說不能進來了 那你為什麼8月26號 你要開網牛子進來呢 牛子是可以進來 牛子它是在牛的一個特定的那個部位 那個不是風險物質 是沒有問題 而且它不是內臟的 不然沒有錯 您是那個食品食的這個部分 食物的這個專家 那我希望說在照顧國人吃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您要嚴格的把關 可以嗎 是 是 一定的 那血液不能 血液的部分 那個做飼料都沒辦法 都不會有進來 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 是 血液沒有 那你牛子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美國他們在 他們在殺牛的過程你有看過嗎 他們在殺牛的過程 他們是用那個什麼 那個槍 是這樣用這樣 給它這樣 彈下去這樣 用這樣的 那你怎麼知道說 他們這樣整個那個 有沒有污染到這樣的一個 牛子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公委員報告 目前用高壓空氣箱已經沒有實施了 所以不會用高壓空氣箱 你有確定說高壓空氣箱沒有實施嗎 是 確定的 因為我們都有派員去查廠 去國外查廠 美國 加拿大等等 有進口的地方我們都有去查廠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雖然說 你有去 都有派人去查廠 嚴格的在把關 那當然我也覺得說 這個你有盡到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在這個牛子的部分 我也希望說 您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高空那個槍打下去 這樣整個報稅 報稅的這個整個污染 我們沒辦法掌控 是 我們會注意這個事情 我們不能有任何的風險 是 不能有任何的風險 可以進來這樣的一個東西 可以嗎 是 是 沒有問題 因為它爆下去的話 那頭漿的話 腦漿是釋散的 對 那血液是釋散的 油脂是釋散的 是 對不對 對 我希望說您在這個頭骨肉的 頭骨肉包括那個麵夾肉 吐載的過程受污染的這個部分 既然您有到現場去看過 有去檢查過 檢查過 那我也希望說 您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 我們的 食藥室 我們的這個 食的這個 這個署 我們還是要嚴格的要求 部長可以嗎 是 可以 一定的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有一點質疑 那103 99年到103年的話 我們這個牛雜 牛稅的部分 那我們才總共進來了 那個 13萬美元 在今年 103年 進了 23.5噸 99年到103年 才27.5公噸 那為什麼 在一年的時間 會忽然間 跑進來 牛津這麼多呢 部長 部長 我想這應該是一個市場的一個需求的關係啦 那反正因為我們的 那市場 你這樣講得很好 市場需求的關係 就是我就是擔心牛肩 是真的牛肩還是裡面的牛雜 還是或者是這些血管骨髓 我是擔心這樣啊 當然是市場的關係 因為我們台灣人非常喜歡我們這些牛肉麵 非常喜歡我們這些牛雜 那這個把關沒有問題嘛 剛才那個 剛才蔣部長提到的三管五卡 這些措施都是在的啦 所以說 只要它能夠進口 這些東西應該都是安全的 我質疑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說 您在99年到103年 為什麼只有27.5公噸 103年一年當中就有23.5公噸 雖然只有13萬美金 13萬美金 雖然量非常非常的少 但萬一它感染到我們國人 那怎麼辦呢 這個量非常非常的少 那個牛金是沒有問題 我們確定我們在三管五卡 整個政策在進關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嚴格的檢驗 所以它的確就是牛金 不會是混雜到其他的風險物質 那我也希望 我也是非常希望是真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也只是在擔心 我當然也是希望說 你們是有嚴格的把關好 可以嗎 是沒有問題 我們會嚴格的把關 好不好 院長 那在這個我要特別的要求 美國牛長的六個品項 真的 我們要對國人的健康風險的整個評估 我們不要因為加入TPP 而來進口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如果可以進入TPP 如果我們像進入的13萬美元 就這麼一個數字 我們拿去做更換的話 那我們也認了 但是 還有可能 只有這13萬美元 可以換到給你進入TPP的門票 那美國商會 他們也一直在討論 我們如果說我們的整個 規範的我們的法規沒有鬆一點的話 我們根本就拿不到這個門票 那我們還要在這個 我們財經法規的這個部分 還要再去鬆綁嗎 那你們要真的是要遠近的來 注意討論 國人的健康 而把關 可以嗎 對我想就是說 對進口食品 或者說這種 這種食物類的東西 當然國民健康 絕對是我們最高的標準 那像他們這個兩個部會 剛剛的說明裡面來講 就是所謂這六項的牛雜 基本上 不屬於風險性的項目 然後他們經過討論 認為是可以開放 因為我們唯一不能把關的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在現場 我們怎麼知道 那個資料會不會造假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這一項 裡面有含到牛血牛子的 那個這個部分可以當飼料 當飼料 人可以吃嗎 我們必要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進來可以嗎 好不好 各位報告 我們一定會嚴格把關的 這個 我們國人的食品的安全 絕對是我們首要的考量 好 那部長您請回 那我再請 那個衛福部我們部長 我再來請教一下 我們在在醫療的這個區塊 在在醫療的這個區塊 日本已經執行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不曉得我們部長 對這個照顧民眾的這個 醫療的這個區塊 尤其是偏遠的這個地方 您有什麼比較好的一個具體的想法 你可不可以解釋 來跟國人講一下 各位報告 其實在在醫療 從衛福部的角度來講 過去就有做一些執行 他只是針對特殊的這個要求 例如說三管的病患 什麼鼻尾管啊 尿管的這些病患 需要呼吸器的病患 等等 我們其實有七個項目 都已經有在在醫療的服務 那總共我們每年大概有三十幾億的 健保的經費在這上面 當然我們現在正在研議 希望能夠把在在醫療這個概念能夠擴大 它會擴大到一般的這種 像我們現在有不少的民眾 他行動不方便 他又住在老舊公寓 然後他又沒有其他的親人可以做太多的協助 那我們希望能夠擴大這方面 那另外安寧 在宅的安寧照護 也是我們希望能夠擴大的 還有牙科 部長 你說我們每年有執行在這個部分 在宅醫療的部分 我們有執行三十幾億嗎 可是我看到民眾平常講出來 沒有一個民眾說 講說我們現在我們衛生福利部 對民眾的這個照顧在宅醫療的這個好處 從來都沒有一個民眾講出來說 現在的行政單位 尤其是我們衛生福利部 對民眾的這個部分的那個照顧非常的好 民眾根本就無感 各位報告 這個基本上我剛剛講的這些 都是比較需要照顧 很多有一部分是不太在外面活動的人 所以可能一般民眾並不是十分了解 但是我們都在默默的照顧他們 每一個縣市我們都有衛生機 每一個縣市我們都有那個 我們衛生機可以來宣傳 我們這些需要照顧的 在宅醫療的這個業務 那我們為什麼不利用這樣的一個空間 為什麼不能要利用這個一個那個 業務來去做這樣的一個宣傳呢 在宅醫療的話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可能您剛剛所講的 就在這些弱勢的中間 您照顧他弱勢的這個區塊 我們有看到 那您為什麼不直接用一個比較具體的 像一個demo這樣 比如彰化鼠立醫院 來做這樣的一個醫療的協助呢 我們在做的部分 是不是按以經費的關係 按以經費的關係 院長您在這個部分 您可不可以再支援一下 讓在宅醫療的話 可以像日本在執行的時候 這麼的到位 可以嗎 是 我們會參考日本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我們 像剛剛我提到的這個 安寧療護的在宅醫療 過去我們有試辦計畫 在有所謂的金山模式 那我們現在 會再把這個計畫擴大 北中南東我們都有希望 他是主動的 日本人是用主動出擊的方式 防治老人 因為他老人都是一些孤立兵 那這些孤立兵 你如果主動去幫他們 幫他們協助 你如果主動去幫他們 現場去幫他們協助 他是不是可以把 輕微的 發生輕微的 不可以免去去拚他們 是不是這樣 還是說他還沒破壁 可能不行 因為那個健保的 他的對象就是 是已經有生病需求的 如果他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醫療需求 那不讓 那您這個部分 就是太保守了吧 是 但是我們是這個 我們的國民健康署 他有做其他的措施 希望能在他 你為什麼不把他結合起來 一個人做一個樣態 一個人做一個服務 一個人做一個福利 為什麼不把這些資源 把他集中起來 是 謝謝委員的建議 我們來試著 為什麼不把這個資源 全部把它建立起來 把它包容起來 一起來做呢 是 謝謝委員的建議 我們來做整合 整合式的這種服務 是 我們來規劃 日本雖然把這個醫療 做得這麼好 他們有那個長照的保險 那我們目前沒有長照的保險 我們的金會 可以 竟然可以資源這麼多錢 金會 可以資源這麼多錢 我們竟然看不到 他這樣的一個成效 這樣說的過去嗎 我們再來努力 部長 你不要再太保守了 可以嗎 是 謝謝委員建議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在這個 在宅醫療 我們去的話 我們要給護理 護士 護健 我們要給這些人員 有一些金會 我們必須要有金會的計畫 那有金會的計畫 那你要實質的把它做好 一定要有一個區塊 區塊把它圓離出來 比如這個區塊 全部來做好 這樣一個整個規範 那日本 那目前的話 有五十四萬的人口 在做這個部分的 這樣的一個協助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有這麼多錢 我們也可以積極的 把這個部分 不管是到診醫療 或在宅醫療 我們總共把它統合起來 我們把它做好一點 可以嗎 可以 我們來試著整合 所有的資源 來做一個整合性的照護 那再來就是這些 首先我們殘障同胞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腐忌的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集中說在一個地方 把他們腐忌 因為我們只有手的話 補手的腐忌 輪椅補輪椅的腐忌 那個電動車補電動車的腐忌 腐忌的這個區塊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整合起來 做一個Demo 那腐忌需要讓我們這些 肢體殘障的朋友 他自己本身 可以來照顧他自己 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了 對於這個 我們身心障礙 這個同胞 他們所需要用的腐忌 我們最近是有個專案在進行 我們在了解一下 目前在腐忌的這種 等於說顧問服務 等等這方面 他的這個服務品質到什麼程度 院長 因為腐忌 院長因為腐忌的部分 他可大可小 他有時候小到一個一粒球 就可以來協助他 大到一個虎忌 必須要上到一百萬 中到五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萬 五萬 八萬 不等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怎麼 我們可不可以說真正的 來協助這些資產的同胞 讓我們這些資產的同胞 可以讓他們自己 不管是要喝杯水 他可以自己去哪 移動一下 有人說他要移動一下 他總不能多坐在那邊啊 那移動一下的這些腐忌 我們要怎麼一次到位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可以來協助真正來支援他們呢 我們先來盤點一下 我們整個目前的這個 需求的狀況 以及供給的狀況 這一部分我的了解是 這個實際這個這個可以供給的 跟需求之間有一點多差 我們現在那個地方社區的那個 弱勢的關懷祭典非常非常的多 地方社區弱勢的關懷祭典非常多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關懷祭典來協助他們呢 我想關懷祭典各有功能啦 我想我們 像剛剛講的輔具部分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 要把那個功能發揮出來 那你也是要透過這樣的社區的 這樣的一個功能 來目前來協助他們 那我們才有辦法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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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均以諮詢完畢 謝謝 謝謝